怎样选择客谱的平台,国家对这个行业是支持态度的,现在不良平台倒闭,留下优质平台,所以坚信这个行业会越来越规范,发展越来越好,只要投资人保持警惕性,多多了解,就能安心投资,需要注意一下五点。 第一类,线下理财业务是警惕,投资人应警惕有线下理财业务的平台,应P2P平台明确定位为信息中介平台,不得利用互联网,固定电话,移动电话,及其他电子书道以外的卧力场所开展业务。 第二类,秒标,收益过高,若平台的秒标或短期项目过多,有可能是利用新投资者的钱,向老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,尤其是现在处于未安关键时期,80%的平台,都保持审慎严谨的态度,不会频繁发标。 收益高不安全的道理,很简单,给投资者的收益率都20%甚至30%了,给融资企业的成本至少40%到50%,请问哪个企业能接受这么高的融资成本呢? 要么是银行不给市贷了,要么是企业经营周转出现严重问题,已经没有现金流,否则绝对不要这么高的融资成本。 第三类,单笔投资都在千万的P2P公司,坚决远离,本身小微金融,P2P就是做的小额分散,靠区域分散,行业分散,金额分散来规避风险,如果单笔额度几千万,一旦有一旦出现风险,会导致大量投资人的本金发生损失。 第四类,自荣性P2P,坚决远离,由于今年来中小企业融资困难, 从线下小贷公司借钱成本又高,随着P2P的火爆,许多缺钱企业就起了成立P2P平台的念头。 而这类自荣P2P平台也是当前P2P行业内最大的风险来源之一,很多制造类企业,地产类企业,框业企业,该类公司主要集中在两个独流,一个是资金集中在单一项目,风险巨大,一个是自己给自己融资。 风险控制和禁止调查,很难做到了第三方那么公正,客观。 第四类,团队人数少,坚决远离,很简单,互联网的确可以给平台,提供大量的客户来源,申请,概念融资。 但是你要知道,互联网金融的本质,是金融而不是互联网,而金融的核心又是风险控制,一个只有二十人团队的P2P平台,号称管理五个亿资产,还全是通过网络审核。 这不是骗鬼吗?二十人团队,去掉技术,去掉财务,去掉客服,去掉前台,去掉行政,去掉总经理,副总经理,还能剩几个人在踏踏实实做业务风控,没有线下团队的实地考察及风控。 暂且不说如何识别提交材料的真实性,就是签约和催修这一环节,都能把这二十个人满死,如果客户再分散在全国,那么低于一百人的团队,根本无法支持公司业务持续经营。 第五类,平台成立和运营的时间短,要警惕,大多数的跑路平台运营时间较短,部分平台甚至只成立一年到二年,且产品收益率远超10%的行业综合收益率,处于不合理水平,而成立时间较长,尤其是在某个细分资产领域,深通超过两三年以上的偷布平台。 对业务的风险点、基础这方式的掌握相对成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